看看新闻榜 成为二十世纪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典范 而演出中最大的亮点 无疑是钢琴王子朗朗和杰杰耶夫的同台合作 为了呈现一场最完美的演出 和朗朗有过多次合作的杰杰耶夫 特意选择了朗朗熟悉的 普罗克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 这部广受欢迎的作品 在两人天衣无缝的合作下 多变的节奏中所包含的复杂情感 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整个的现场的气温非常好 非常抓人的音乐 整个的乐团的配合 包括朗朗的演奏 包括指挥家的这些 整个轻轻的投入 我觉得给我们演艺非常好的一首 叫钢琴协奏曲 三十日当天音乐会的落幕 2012年度的上海国际艺术节 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本街艺术节共吸引了来自 五十六个国家地区的 三千三百多名艺术家参与其中 在四十六台剧目和八十场演出中 约有十五万名观众走进剧院 现场感受了高雅艺术的群投 娱乐青年帝 严思达 张立仁 上海采放报道